大家好 今天是8月1號元祝民族日 每年的這一天 我們都會透過紀念元祝民族證明的歷史 來彰顯元祝民族的地位 這幾天 在東京奧運賽事中 許多的元祝民族選手大放異彩 比如拳擊好手陳念琴在獲勝的那一刻 對著轉播的鏡頭 大聲地用族語喊出自己是阿美族的孩子 真是振奮人心 我們由衷地恭喜每一位選手的成就 不只如此 在元祝民族日這一天 我更要進一步地強調 除了體育之外 元祝民族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好的成就 也應該受到同等的關注 這才是族群主流化的實踐 就像這次論恆所指出的 台灣元祝民族在民族轉型的過程中 曾經有很多的參與和貢獻 今天 元祝民族在政治參與 經濟產業 國防事務 以及第一線的防疫崗位上 都有傑出的成就 也應該受到推崇 此外 這幾年我們推動元祝民族的歷史正義 與轉型正義的工作 元明會出版了《元祝民族歷史重書》 教育部在課綱中增加了元祝民族的觀點 文化部則鼓勵大小博物館 透過策展呈現出各族各部落多元的文化資產 這些都在延續1994年8月1日 元祝民族前輩們透過爭取修憲 完成正名 告別污名化稱呼的努力 今年的元祝民族日 同樣有許多單位響應 舉辦了豐富多樣的活動 尤其是課委會向元祝民族致敬的系列活動 也促進了族群間的相互理解 所以我要邀請大家 當我們為元祝民選手的表現喝彩的時候 更別忘了要一起認識元祝民族的歷史和文化 一起看見各領域中元祝民族的活躍 向元祝民族學習 也向元祝民族致敬 這就是元祝民族日最大的意義 謝謝大家